好 擺一些性感的表情 昨天只能吃水煮肉跟菜的表情 大家都在吃麻辣火鍋 你只能吃水煮花椰菜 昨天擔心自己豆豆爆掉 但今天不確定豆豆有沒有爆掉的表情 沒有沒有 很完美 不算 超好吃的 想到神秘嘉賓被破梗了 而且居然 來 參考發片技能會不知道看什麼 看柳俊作為照片的表情 無意 什麼都強 帥的帥的 換一個動作 搭桿看可以喔 走很善的感覺 可以 可以可以 小切等著你回家 發片的心情怎麼樣 因為這張專輯就是有你的心情的點滴 你端出來給大家看感覺如何 就是覺得很開心 終於完成了 因為這張專輯其實拖了非常久 一直跟我的聽眾承諾說馬上就有 但因為我的心情在前陣子一直沒有調適好 所以現在終於準備好做出來 就是不只是專輯的完整度 我整個人也覺得更完整一點 所以是整個是很 我覺得是很正面的現在在看待每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要不要聊一下 等一下我聲音 沒事沒事 那你剛才講到心情的調適 要不要講一下 你那時候比較不好的狀況 他怎麼走出來 因為可能也有很多人跟你一樣 分享一下 那時候其實就是 狀況是非常不好 然後 就是我會把自己封閉起來 然後我不會求助於別人 所以我會一直 讓自己忙在工作裡面 然後不會正視我自己心裡的問題 然後到後面 我其實是認識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 他一直 強迫的把我拖出我家門 然後讓我去接觸大自然 所以就是在整個過程中 我慢慢 理解說 為什麼大家會說 要多出去走走 要多去看看這個世界 就是我可以切身體會到 當 你把自己鎖在家裡的時候 那個氛圍會是 很可怕 但你出去看這個世界 其實這個世界很遼闊 然後自己的煩惱 其實說真的非常渺小 你把自己鎖在家 大概多久 不是最糟的狀況是什麼 差不多 將近一年的時間 然後就是一直 暴飲暴食 然後 就覺得 對這個世界 沒什麼期待 那個時候 對 所以身材有變 然後現在還不錯啊 對 因為我現在花了 就是我走出來了 然後我開始真的 實際上的走出來 就是去認識這個世界 然後去運動 然後去海邊走走 所以我覺得整體就是 呃 它就像我的專輯一樣 就是 以前的低潮就是 我的人生中其中一戰 然後我的旅程才正要開始 對 所以報復性的工作 是明年的都拍得差不多 呃 現在的工作 比較不像是報復性的 會是 呃 我已經準備好 要 很投入 全新投入的工作 因為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其實沒有 這麼 多的心思 在 我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我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 也還沒社會化 然後那時候才 二十歲 二十一歲 但我現在就是 很了解我的工作範圍 跟 我很了解我自己 能為我身邊的人 帶來什麼 所以我會更投入 更認真的去工作 然後會更珍惜 嗯 所以 呃 剛剛提到過明年台灣會有各唱 對 時間點 現在方便透露嗎 我們是預計 但這只是預計 會在 九到十一月 那一邊 因為我們前面還有很多的 嗯 活動跟 規劃 我們想要讓東西都完整一點 嗯 有預計它一個規模嗎 嗯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對對對 要不要聊一下 你剛才說從低潮走 我就想小千應該對你的幫助也很大 你跟他 你多愛他啊 你會用娃娃音跟他講話嗎 呃 會啊 會會會 那你都怎麼跟他講 他就在你面前 快點 沒有 不是很害羞耶 很害羞 你都叫他什麼 我都叫他 我都叫他切仔啊 對 他的他其實叫 他為什麼叫小切 因為他的英文名字叫 Chaser 然後就是追夢者 所以我覺得就是 他是一個很勵志的一隻狗 然後他很敬業 他很棒 他怎樣敬業啊 就是我們有一支MV是 他是男主角 我是男配角 然後他只要 攝影機一打開的時候 他就會很認真的工作 然後我記得我們那天拍了 可能 十六十七個 沒有沒有 十二十三個小時 就拍了一整天 然後攝影機一關之後 他突然淚灘 所以他是一隻很有靈性 很特別的一隻狗 天啊 真的很有靈性 他滿掉的 欸不要吃 抱歉 你是嚴格的哥哥還是爸爸啊 我算是 你的身份算是什麼 算是哥哥啦 算是哥哥 你算是嚴格的哥哥是不是 是是是 也不會嚴格啦 他想怎樣就這樣 對啊 所以說跟他講話娃娃音 那跟女朋友講話娃娃音 哪一個娃娃音比較嚴重 呃跟寵物可能會嚴重一點 真的喔 對對對 是有多噁心的狀態嗎 不會啊 就是我其實現在不太會真的很娃娃音去講話 就是覺得 好像 現在在娃娃音很怪 不會啊 面對小東西可愛的 對對對 寵物的話 OK 平常遛狗應該也自己遛對不對 呃 對 都自己遛 但其實現在他是比較多時間住在我媽媽家 因為我現在可能在工作沒有時間帶他出去 那他會很想你嗎 他不會 他 比較愛媽媽 從何而得知 對他 他以前是一隻很陽剛的一隻狗 那現在 然後從他被我媽媽養之後 他就變得白白的 胖胖的 然後變得很 就是很Q 他以前是很 像獵犬這樣子 是 對 那他聽得懂你的音樂嗎 他喔 他不太聽音樂的 哈哈 怎麼說 他聽音樂都會睡覺 那代表蠻舒服的 那也是也是 如果 對 這樣想很正向 那這一次發行專輯 要不要許願一下明年的金曲 你覺得 現在怎麼看的 你說金曲獎嗎 對啊 覺得 我其實一直都 沒有到 很 把重心放在獎項這塊 因為我覺得音樂就是 音樂 他不管有沒有得獎 都是 只要他跟人有連結 我都會覺得都是很好的音樂 所以我沒有特別去想 那如果 說 得獎 我如果我想要得獎的理由 應該是就是 可以讓我 我的能力變得更好 然後讓我身邊的人 過得更好這樣子 我們想問一下 因為接下來年底活動 那很關鍵就是跨年嗎 對 這一次連趕兩場對不對 對對對 我這次也是在 那個 南部 對 那目前準備的怎麼樣 應該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對 因為我很喜歡去南部 感受他們的熱情 趕兩場這件事情 你覺得 會負擔比較重一點 完全不會 我甚至想趕到三場 但時間不允許 你有提出這個 有有有 我有跟他們說 我覺得我要三 追三望四這樣 但好像就是時間 真的喬不太少 做你之前的經驗 比如說會有一些 事前準備嗎 你說跨年嗎 或暖暖包啊 一些裝備 其實 不太會 但我們會花時間 就是練團 然後希望 就是每一年 都會有新的 作品 或是新的表演 內容給大家 對 想要問就是 之前無奈的被迫 公開練琴 那現在還可以談練琴嗎 公開的場合 你問我無奈還是 其實不會 你的態度是什麼 我覺得還 就是我覺得很習慣 就是就變成我的工作 就是我很能理解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但通常 如果是我跟他在公開外面的話 我們其實都還是 用工作夥伴的方式在相處 對 那要不要聊一下 那低曹喜 你說的陪伴你的朋友 他應該是其中之一 對不對 是啊 那你覺得他是帶動你出來 走出來的重要的關鍵人物 他肯定是啊 他是 嗯 因為他很成熟 然後他很理解我 很包容我 所以 我就是現在能夠這麼快樂的 微笑在這邊 其實就是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 那你要不要面對鏡頭 跟他 say something 不要 這回家說就好了 回家有說是不是 有說過嗎 我覺得 愛就是要即時 然後 如果真的很謝謝誰 我們都是要即時去說 所以你是一個即時會對他說的人 就是把你的感情感表達出來 平常就會表達 對我們平常很會 我們的溝通模式是非常成熟的 那所以你很浪漫嗎 聖誕節就快到了 跨年也快到了 你有做什麼安排嗎 我不浪漫 喔 一點都不浪漫 我自認不是個浪漫的人 但我覺得 嗯 我不會再特別節日 去給他一個什麼驚喜 但我覺得 嗯 相處就是 每一天 就是 能做什麼 就多做一點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